大家好,我們是Twister Weller 我們現在在聽的是 炮烤山莊 大家好,我是主音Carrot 我是彈Bassie的Samma 大家好,我是Hans 我是負責彈吉他 大家好,我是鼓手阿Joe 厲害,Twister Weller來到炮烤山莊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是不是很緊張呢? 但我看到大家在台上的演出 是很有壓長感的 因為在上個星期日 就在So Must Go On 這個音樂會上 就是這個二買音樂會上 第一次看到大家的演出 我立即聯絡大家 可以上來炮烤山莊 介紹一下你們的作品嗎? 因為第一眼看到大家 這個樂隊名字的時候 我是猶豫了一會 究竟這個名字究竟怎麼讀呢? 大家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Twister Weller這隊樂隊名字的來源 我是彈Bassie的Samma 其實這個名字是 最初不是我們四個人一起的 我跟阿Joe 還有另外有三位成員 就搞這隊樂隊 想了名字很久都想不到 突然阿Joe就靈機一閃 他就很喜歡一隊樂隊叫做Rai 一隊英國的Soul Gaze Band 他就說不如叫Tusser Weller 他是Riolin的其中一首歌 大家都覺得挺好的 名字 有巧合 最重要是巧合 有異形 所以就用了這個名字 但意思上就沒什麼 沒意思的 完全沒意思的 很喜歡看的 而且這首歌聽起來很開心 因為這首作品 不如直接用這首歌名做樂隊名 沒錯 好唱 這首歌名是 對英國著名的Soul Gaze Band 菇琴 他人選一首歌曲 咧 這首歌曲 這首歌名是 英國著名的Soul Gaze Band 歌手機樂隊Ry,他們一首經典的名作TWISTAR WELLA 而他們就用了這首名曲作為他們的樂隊名字 我們的風格是偏向…其實英式的底是英式 我們做的過程其實沒有想做哪一類型的風格 但始終我是彈結他,我就比較著重於Noise方面 就是想大聲一點,多一點feedback,層次多一點 所以形成了現在的情況,變成我們是一個Zoo Gaze樂隊 其實大家…有些成員在這隊樂隊已經交了10年了 我是Samma,我跟Joe,我跟Joe就是… 初始成員 第一代Advanger的Fan 我們兩個大死不走 就在10年前組成了這隊樂隊 對,最初玩的時候就沒有什麼Zoo Gaze樂隊 就比較輕快一點 C86意思 對,有點像C86那邊,偏向那種風格 其實也是英式底 因為中間換了很多成員 到最後Hence和Karen加入之後 就開始定型了 明確一點了 明確一點了 大家好,我是鼓手的Joe 我跟結他手… 即是第一代Chrystal Air的結他手 夾之前一隊樂隊 之後就…他就沒有夾 然後就叫我幫他打鼓 剛巧他就認識Samma 然後就找Samma一起玩 不如夾一對新東西吧 玩些清新東西吧 本來是清新的 對,本來是清新的 本來是清新的 然後就越來越粗音了 然後叫Noiser 對 然後就要韌壓 因為之前都… 中間都轉過幾代的樂手 或者幾代的人 那時候的想法是怎樣 去延續這隊樂隊下去呢 其實當大家玩了一段時間 有時候都… 難免會有點灰 那個灰就是… 咦? 走一個又走一個 然後就找個新人進來 也是 就是要重新… 重新又要去夾個 又要再了解大家 性格是怎樣 就是… 是不是適合在這隊樂隊裡面 那那個變化 或者大家是怎樣… 怎樣維持下去呢 可以在這隊樂隊 差不多十年的時間 有人走都灰的 尤其是… 因為始創成員是… 即是… 最初五個人 那現在剩下我和Joe兩個 尤其是… 最主要的搞手 即是… 其實現在就是Foster Studio的智偉 那他當年因為要重組Fantastic Day 所以他就要離開 那因為其實以往的創作 都是… 他領著我們的 那變了因為他離開之後 其實我們都有點… 失了方寸 那時候是挺灰的 那好歹自… 離開之後 我們就… 剛好找到Hans 有一個新方向才可以繼續 如果不是就… 只會跳舞和鼻子 如果不是就… 很氣餒 可能過了一段時間 都未必能營運到下去了 嗯… 搞生意算了 旺角開當魚蛋算了 算了 快點惡氣 不如… 即是Hans是… 延續Twister Weller的生命 不可以這麼說 純粹是… 因緣際會加入了 這樣繼續玩 大家開心 嗯… 那當時… 可能他找你入獲隊的時候 那個想法是… 我們現在怎樣 不知道啊…沒有方向啊 可能Joe Man Page算了 即是… 怎樣令Twister Weller更繼續下去的 那時… 那時… 我是最遲加入 那Karen已經先進來 其實已經有一堆歌手了 那時加進來 就是… 純粹先玩好那堆歌 有什麼想法之後才搞 即是因為我加進來 新的人會有不同的東西 那… 花了… 都一段長時間 大家去磨合 然後才來到 漸漸是現在這個樣子 嗯… 那Karen那時加入的時候 是不是一直都是 原用女Vocal 還是Karen是… 一直都是女Vocal的 即是目標方向都很明顯 Karen是… Karen是… Karen是第三代女Vocal的 噢… 那又怎樣找到Karen加入的 那又… 嘩…這個真的好… 很有緣分啊 很有緣分 對… 那時我們第一代夾的時候 那個Bang房在葵涌 剛好Karen在夾另一對Bang 正正在我們Bang房的旁邊 是鄰居來的 其實… 就算在旁邊 其實大家都很少碰到 或者沒有什麼溝通 那自從… 通常那些溝通就是 不好意思我們錄東西 可不可以… 我想最多是溝通 最多點頭或者打招呼 是的… 但是第一次呢 剛好兩隊Bang也在一起 演出… 同台演出 然後… 即是多了交流 多了聊天 然後… 就知道大家是誰來的 即是都是鄰居吧 是的… 演出就第一次了 同台 是的… 之後就… 我們第二代Vocal沒有玩 那… 剛好我就知道 那隊BangKaren也沒有玩 那我便試試問一下 PM問一下她 她便說OK 所以試試試試 到現在了 那會不會很尷尬呢 即是一塊Bang房在旁邊 那時已經搬走了 他們已經搬走了 我們都搬走了 沒有尷尬… 沒有… 沒有… 手臂是乾淨的 為什麼… 我跟之前那隊樂隊的Bang房在旁邊 然後現在是過旁邊 就沒有這件事發生的 沒有這件事發生 即是找到Karen加入樂隊的時候 唱的風格 因為其實… 樂器就… 我覺得應該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你可能是結他上的Effect 或者大家上的… 所謂的Tone那樣東西 可以用很多器材去彌補或者配合 但是人聲那方面 真的… 是一件都很獨特的東西 即是怎樣跟Karen去磨合 或者我們的風格 或者你怎樣… 要演繹我們的作品呢 其實都是試的 因為… 即是我的三代Vocal 其實三代Vocal 玩的Style都有點不同 所以都要是不斷地試… 不斷地試到… 尤其是Karen會唱得… 很舒服的… 那就OK了 聽到這個intro有這麼重電影感的氛圍 在這個時候 不如由Twister Weller 介紹一下他們的這首作品 Stay Away Stay Away這首歌呢 就是… 我們最上一首EP 那就是… 上一首EP 也是叫Stay Away 但今次Album 這個呢 就是一個新的編曲 本身… 沒有想過這首歌 會放在頭那裡的 因為它是比較長一點 那… 為什麼會放在頭呢 我先說一下 就是… 阿樂幫我們做完Mix之後 他就簡單幫我們排一次 那本身我們因為第一次做整隻Album 這樣… 那… 沒有什麼想過 究竟自己想要怎樣做 怎樣呈現出來 那阿樂他就說 那你沒有想法 那不如我試試排一次給你吧 那他排了Stay Away 本身我打算是排在最後的 那排完出來之後 又OK的 這個做開場曲這樣 那結果就放了在那裡 那這個版本的Stay Away 就有些… 跟我們之前… 即是另外幾首歌 或者之前的歌有些不同 就是… 呃… 是用一個類似雜碎 即是怎樣說呢 是… 我們做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然後放在一起 做成一首歌 這樣… 即是試了很多不同的聲音 啊…sample 這樣放下去 所以變了一個風格 又跟其他歌有點不同 但是又出奇地好聽 阿樂 你對… 有時候在睡覺 那裡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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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玩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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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發展得很好 還有後面其實是人聲一陣一陣地堆在一起 其實是會好像有個音場包著你 所以其實我自己都很有私心地 是推介這首歌給其他人聽的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曲・編曲 李宗盛 Karen去唱這些作品的時候 又如何將自己一些想法 或者跟幾個男生去夾 或者幾個分享呢 因為是一個所謂的 全部都在男生的世界裏面 是男人的世界 自己的意見究竟可不可以放出來 還是一個男人 我想慶幸地他們沒有理會我唱什麼 沒有說話 可能是首歌 對 沒錯 但這首歌可能唱到某一個時間 然後就跟他們說 其實這首是情歌 然後就說 是嗎 大家都在投入那個氛圍裡面 各自修行 我們最主要的 melody 多 還有我們做一首歌 其實是 把舊東西放出來 即是可能 把這種氛圍的東西 大家覺得OK 然後再加 melody 以前就這樣 一直加 melody 然後Karen再寫詞 就著我們本身做出來的底 所以有時候可能我們是去到一首歌 七成八成才知道 原來這首情歌 原來這首情歌 對 經常有些事情 可能我們的碟 我是結束了才知道 對 好像是那些歌 好像是出一首歌 我們要finalize 歌詞 看完 原來這首歌是說話的 但有些本身是 例如Stay Away 我們很久了已經知道 就知道這首歌說了 嗯 因為Karen有時候在玩live的時候 也會有很多的效果 會下去唱的部分 本身我們都很喜歡 一個人聲加很多 整色整色 對 總之就聽不清楚 個人唱什麼 最好 所以 所以 可能本身 自己的食物都不是聽到很清楚 玩live的時候 吉他手Hands 是有一起唱的 基本上我知道 他知道首歌的歌詞是什麼 對 那幾句 對 多多都沒有 對 但可能都是 之後我們做新歌的方向 可能我 再早點去投入首歌 或者早點開始有一個網 關於首歌想說什麼 應該之後大家就會知道首歌說什麼 除了Shoo Gay迷幻風格之外 其實Twitter Weller都有一些好像這麼輕敗的作品 答案之前一起聽一下Twitter Weller的這首作品 In Spring 稍後回來繼續有Twitter Weller出現在跑酵山莊 因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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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實大家玩的音樂類型 都真的偏風一點點 但當然在外國是一些 都不是一個偏風的一件事 是很普通的事 但在香港就是一些 比較靈略的感覺 那大家怎樣去表演 大家的作品 音樂上我們沒有說 要好去想觀眾 即是聽眾他們需要什麼 純粹是我們四個 困在一起做到這種音樂 這種質感的東西 就是這樣 這樣就推出來 當然拉回後一步來講 作為一個聽音樂 我自己作為一個聽眾 聽到這些會不會覺得 很吵 很炒耳 很難聽 又不會那麼覺得 過了自己的關就拿出來 即是我們沒有市場道歉 純粹是自己想做什麼就做出來 覺得舒服的 自己也覺得很漂亮 又或者是沒有說 真的要從做音樂 做一首歌裡面得到什麼 但是是以我們想做什麼 去做方向 但是都會基於 出完show之後的迴響 可能通常真的會 發訊息給我們的 是外國人多一些 所以可能真的會 外國的市場容易接受到一點 嗯 所以是不是主要的歌詞內容 全部都是英文為主 有沒有想過 嘗試一下 我們也可以唱一下廣東作品 有的 真的剛好得那麼巧 剛好我們3月去了一轉台灣的小 tour 我們就在想 我們去台灣 即是今次去台灣 需不需要有些特別的東西 送給台灣的聽眾 我們就在想 不如我們是一隊香港樂隊 不如我們做一首廣東歌 就把其中一首舊歌 就改了做廣東話詞 有目有裂 連目有裂 結尋忘物詞 再到拋傷 再建立信仰 記憶都可轉眼 寧願 處處比心肯大 挖 住突出財賣 從此 chs 闊出財賣 從此 阻撥 賣 買買買 寧 他们在台湾演出的时候 就做了这批剪戴 收录了这首钉帽版本的 广东作品《街》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无论是这个剪戴还是早前推出的 一张黑胶唱片 大家都可以看到 Twist D'Awella这张专辑的封面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游画 原来这幅游画是来自主音Karen的作品 因为我们最初要想做 剪戴的时候很头恨 我们想找人做的 因为想放多些时间去练好一些歌 或者做好一些歌 但是要找人做Cover 一来我们自己要想一个方向给别人 原来就是 在金钱上都需要 之后就觉得 这件事做不了 找不到人 所以就自己做 那这些歌 相对上 其实以我的角度 我觉得是迷的 很难去用一个很实体的相片 或者一些物件去形容 所以封面是用颜料 去变成一个图 或者是一个不规则 或者你可以说 它好像没有特别意思的 这样的释快 对齐而成 那其实跟音乐一样 就是可能 你只是用很多东西对齐出来 但是你未必 一开始就说 我们要做一首这样这样的歌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我对 Trista Vella的想法 各位成员是认同的 我看到大家是 很沉默的心论 是不是认同 我觉得 这首歌的封面 跟我们的音乐 都离慢着一种很重的气氛 就是 穷 因为穷 所以我们再用这个歌 又穷又迷 说出来 真的 穷又假的 迷了真的 刚刚共的字迷失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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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年尾 就想着 会出多一首新的single 其实《戒》那首歌 有点特别 刚才没有说到 戒这首歌 原曲叫Paradise 就是Trista Vella 是不是十年前 2009年第一首single 还是EP 一首三首歌的EP 其中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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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歌就是自知的 那我们就 出完这首歌之后 sorry 出完这首歌之后 我们就觉得 这个阵容 我们用四年时间 去摧取这七首歌出来 已经是一个阶段的完结了 那我们想在这个阶段完结的时候 就用一首 就是做一个round up 所以就用Paradise这首歌 去做一个新的尝试 做一首广东歌 那年尾就会是一个新的新开始 就是第二阶段 我们叫2.0 就会出一首新的single 那里面呢 就会有我们玩其他曲风的 是的 我们会试一些新的曲风 这首歌 释逢今年是Manchester 30周年 就是其中一首歌 就是其中一首歌 那我们都是听过那些奶水带 所以我们就想试一下玩这类型的音乐 看看出来效果会如何 那又籌备中歌又有了 那又是未录 应该九月到完成 那年尾希望说得撤出 那个媒介会是Cassetta 黑膠 还是 先卖一关子 嗯 卖一关子 我们MD说不是 然后呢 MD 可能就来轻轻的了 可能 再加一只辣的LD 切不留意 是的 LD就真的难一点了 除了迷幻元素之外 Twister Weather也有了一些 憤怒小小的作品 就好像以下来的这首作品 Stationism Stationism 是说这个铁路站的情况 因为好像人的密度越来越高 然后我就觉得 大家对于公共空间的态度 是好像很膨胀 所以就说一些 去到一个交通工具的环境里面 觉得很逆压 觉得那些人很不理其他人 所以就有一种 每天坐车都很想推走那些人 或者踢人的那种状态 踢人的那种状态 踢人的那种状态 这首歌是金钟站的主题曲 金钟站630的主题曲 是繁忙时间的金钟站 不是朝早 是放工的630 放工630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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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